只要有他在 刘德华都得给他当保安 正是2011年红管跨年演唱会 刘德华刚刚唱完一首歌 《筋疲力尽》 直接跪坐在地上河水擦汗 可气还没喘云 他就迫不及待地介绍即将出场的惊喜嘉宾 在欢呼声中 声将台缓缓生气 身穿黑色皮衣和西装裤的大魔皇林子祥 微笑着出现在舞台上 可还没站稳脚 就一把被飞奔过来的刘德华紧紧抱住 刘德华一度气不成声 不停用手擦拭眼泪 为了缓和气氛 他拿七年前的舞台事故调喊起林子祥 而林子祥则当着上万个名的面 感谢起刘德华在自己出意外时的彻夜守候 欢迎刚过 二人再次紧紧相忧 刘德华随即让在场所有人记住一句话 接下来两人聊起初次见面的场景 顿时喜笑言开 当谈及他们在一起拍电影的去世时 林子祥却突然向刘德华紧要教他唱歌的学费 他记得刘德华当时说 华仔顿时激动地挑起下跪 一气呵成 直接把林子祥兜得合不拢嘴 一番搞怪地上谈过后 林子祥打算唱首评着爱情和新年 可刘德华没有和他一起唱 反而禁止走向观众席扮起了歌迷 林子祥叫刘德华不要抢劲 刘德华干脆蹲在舞台边缘 就差把自己埋起来了 表演过程中 林子祥和观众握手互动 刘德华却突然小跑到林子祥背后 扮起了保安 林子祥一回头瞬间被逗笑 他赶紧拉回刘德华 两人忽庸着回到舞台 没过一会儿 他们又像朋友一样勾肩搭肺 再次朝着观众去走去 林子祥唱歌时 刘德华就是他的戏分组 林子祥开始飙高音 刘德华就给他和声 60岁的大魔王宝刀未老 即使不停飙高音 也听不见一丝唤唧声 本官华在不仅浑身都在用地 还一直跺脚配合他 唱到激动之处 大魔王点标无妙薄音 这几句穿透里的声音 让刘德华不得不摘掉耳脉 演出逐渐接近尾声 刘德华把林子祥送到声讲台上 因为舞台上满是塑料亮片 刘德华还细心地低头确认了一下位置 只要有林子祥在 刘德华就会主动让出主角位置 甘心做他的宝汉歌迷和声尖气氛组 可见在大魔王面前 刘德华永远是一个乖乖图 怪不得仅仅看了一段 大魔王录制的VCR 就能热泪盈眶